俄罗斯卫星网报道 乌冬武装方面表示 在顿巴斯地区马林卡战斗当中 击毙三名美国军官 在乌冬武装与乌军第54旅第一机械化营爆发战斗的时候 在战场上 乌冬武装激励了三名美国军官 还缴获到一面美国田纳西州的旗帜 这三名被击毙的美国军官 分别是霍克尔上尉 史鲁姆中尉 以及托布林中尉 他们于2018年抵达乌克兰 还从他们的身上发现各种外国武器 但是美国方面称 这三个人是美国田纳西州 第278中甲骑兵团成员 在2018年到乌克兰当军事顾问 但是现在已经回到美国 俄军得到的只有他们的签名旗帜 现在在乌克兰战场 所有20万俄军已经全部投入战斗 大约5万乌冬武装也全部投入战斗 例如在基普方向 俄军主要是第29级团军 包括禁卫第36摩托化驴 太平洋舰队海军步兵第155旅 禁卫空降第98师和第76师各一个团 来自远东和西伯利亚的第35级团军 包括第127摩托师 禁卫第57摩托驴 禁卫第38摩托驴 第64摩托驴 守备第69旅 第36级团军 包括禁卫第5坦克驴 摩托第37旅 两个空降团 还有北方舰队海军步兵第61旅 乌军守军围第14机械化驴 警卫第4机动驴 第72机械化驴 第13地突击驴和第61列兵驴等等 现在 俄军禁卫第一坦克集团军 也正在绕过哈尔科夫向基普方向开进 准备增强对基普兵力 俄军要真正打败乌克兰 就要夺取基普 因此 这一次俄军主要是向基普方向增兵 同时切断地涅薄河防线 从背后威胁在顿巴斯地区的乌军9个精锐战斗驴 真正有进展的是在马里乌波尔 战斗非常激烈 俄军第150摩布什师长也在这个位置阵亡 但是 俄军已经切断马里乌波尔市区 将乌军守军分割成两个部分 但是受制于后勤补给问题 俄军的进展相对比较慢 很多人都说 俄军应该重火力开导 进行无差别火力打击 地面部队再跟进 但是 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俄军在2014年 就放弃了地毯式轰炸战术 因为效果太差 俄军认为 3000发普通炮弹的打击效果 都不如三发精确制导炮弹 地毯式炮击看着非常壮观 但是实际上战场效果很差 更何况 乌克兰是一个有着30个堡垒城市 60万平方公里的国家 要想打地毯式轰击 至少要砸进去200万堆以上 弹药都不够 俄军储备都没有这么多弹药 更何况 俄军总共就只有10个后期物资支持率 加起来4200多辆卡车 也根本无法支持地毯式大规模轰击的后勤支持 一个后期物资支持率 就只能保障一个火箭炮驴一个基础打击 距离无差别地毯式轰击还差得很远 还是需要进行精确打击和有目标的打击 因此 俄军特种部队正在大批进入乌克兰 甚至已经渗透进乌克兰西部地区 目标就是搜索乌军目标 进行精确定位 引导俄军导弹和远程炮兵进行精确打击 这一次 俄军30发巡航导弹 一举命中毕沃夫附近西方雇佣军营地 击毙180多名西方雇佣军 就是俄军特种部队侦查成果 在马里乌波尔 俄军特种部队在前线抵近侦查 标注敌军火力点 城外重型自行火炮 骑射点名摧毁 俄军已经开始使用叙利亚城市巷战经验 首先 俄军特种部队进入乌军防区 侦查乌军火力点位置 进行精确定位 随后 达到数据的俄军重型自行火炮部队 在城外对城内的乌军各个火力点 进行暴力轰击 一发炮弹摧毁一个